天气逐渐变热,蚊虫也越来越多 洁安湘工所特别开办手作防蚊宝的课程 用天然的植物精油制作成防蚊膏、防蚊液 让大人、小孩都能够做好防蚊措施 洁安湘工所接连开办 适合民众居家生活使用的好物手作课程 这个周末假期邀请到家事达人 教大家来做防蚊液和防蚊膏 避免乡亲被蚊虫叮咬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启的这个小黑纹的防蚊液 跟我们的这个防蚊膏来做制作 分享给大家 随时放在我们的口袋 随时放在我们的包包 当你需要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拿来使用 我相信最健康的这个手作 送给我们最健康的好朋友跟乡亲 今天我们特别开立了这样的一个手作演习 希望我们得到了最正确最健康的一个制作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跟概念跟成分 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协力 所以也送给我们的乡亲来带回家以后 跟我们的好朋友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分享 最重要的呢 是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个月份每一个季节 我们都有不同的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手作演习 来分享给大家 这次教作的防蚊宝采用天然植物精油 调制成大人小孩都适用的防蚊液和防蚊膏 我们是用蚊子不喜欢的油品或者是精油 那纯的精油其实是不适合涂抹在我们的皮肤上 所以它必须要稀释 那我们一般在外面稀释的油品 大概就是一般的纯水或者是蜜辣 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用比较好的防蚊的效果 比较好的快木露 跟我们小农所产制的蜂蜡来调制我们这些精油 那单方面的精油呢 它其实防蚊效果并没有负方面的那么多的层次的味道 所以呢我们今天所选用的油品呢 大概就是小黑蚊不喜欢的苦练油 或者是大黑蚊大蚊子不喜欢的柠檬油加利等等 甚至我们添加了薰衣草跟珊瑚椒的味道来调和这些 闻起来不是那么好闻的油品 那今天调制的防蚊液跟防蚊宝呢 就是可以适合我们预防小黑蚊跟大蚊子所使用的防蚊用品 每一位学员认真听讲 也仔细的调配精油和蒸柳水的比例 一瓶一瓶的防蚊液 一条一条的防蚊膏 有分大人适用的和幼童敏感性肌肤适用的 学员们亲手制作完成都很有成就感 也希望今年夏天防蚊宝可以发挥作用 保护大家不要被蚊虫叮咬 防蚊宝 兵分疾安 没担恼 介续会疾安箱报导 全都在用那个粉厚玩LLL30